大家好,我是Tumor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CostCover的志工平台 我們先看一下 先講一下平台 就是這個平台是幹嘛用的? 就是我們在辦CostCover的活動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是在行政組 那行政組呢 我想各compan的行政組應該都遇到的同樣事情 就是所有的文書作業都會比較的繁瑣 那我們要處理的就是志工的相關事宜 那志工進來或退出 或者他進來之後要填的各項表單呢 在過往都是用Google Form 或者是你可能一些表單去處理 那這對於行政作業來講就是非常的繁瑣 所以我們在 我們目前這個平台已經用了大概三年 我們從2020年上線之後 2021跟包含今年 那這些是我們目前在平台上的數據 它是有人在用的 那的確有縮減了行政組很大的 的這個就是時間 處理時間 好 那 我先大概講一下就是我們在2020年之前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用了超多的Google Form 然後超多的Gmail或Gmail Mail List 因為各組有各組之間的Mail List 那我們最後都把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 然後在 在2020年的時候上線 那上線經歷了2021、2022這些歷程之後的使用的回饋呢 我們在 我在今年呢 就特別在5月的時候 開始把這些東西全部整理出來 因為 因為早期的這些Call還很髒 就是沒有辦法非常的 讓大家方便去貢獻 那從5月開始呢 我就密集的投入 幾乎就全職投入在改善這塊平台 好 全職投入 對,因為我現在是處於沒有 沒有 就是自由的狀態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看一下就是在今年 就大概從5月到今天 已經改了很多東西 包含文件都上線 那包含呢 你現在可以在Local 端開發 那因為以前呢 你沒有辦法在Local 端開發 那 這次把它包成Duck Compost的方式 你可以在直接Local 環境 run起一個簡單的測試環境 然後 一樣就是我們 我們 你等一下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先到這個平台 那在最下方已經有一個開發文件 已經掛上去了 那你可以從開發文件的地方 可以找到接下來的Step by Step方式去開啟這個專案 好 那 好 這些都只試試看 然後裡面有一些 我還是會簡單的介紹 帶大家我們目前架構有哪些服務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慢慢的看 那一樣就是有問題來問我 那歡迎大家來這邊恭喜 謝謝